本来由惠尔普冠名播出 518来苏宁抢空调 4比1战胜大连一方 北京中和国安取得联赛7连胜 在全队欢呼雀跃的同时 只有一个人显得有些沮丧 在本场邹德海丢掉了他 代表北京中和国安出场的联赛第一球 如果是不丢球4比0更完美了 反正现在我这个进球确实有点赖我 我进球应该出击的 但是我不说 反正这球确实赖我赖我 场上严肃认真 对自己要求高的邹德海 场下却是个腼腆爱笑的小伙子 他不太爱说话 但是就是人挺好的 挺憨的 大家好 我叫邹德海 26岁 很高兴新载季加盟北京中和国安 希望在新载季 跟他一起共同努力 取得更好的成绩吧 谢谢 2019年1月31日 北京中和国安俱乐部官方宣布 邹德海加盟球队 尽管球队已经拥有杨志 郭全博 侯森 三名出色的守门员 但新员邹德海 依旧迅速成为了 施密特会下的主力门将 一次次的高阶低档 一次次的奋不顾身 在邹德海和球队 整条后方向的出色发挥下 目前北京中和国安联赛 仅仅失掉两球 为中超失球数最少的球队 邹德海也连续两个月 获得中超官方评选的 阅度最佳守门员称号 面对如此出色的成绩 他依旧谦逊 腼腆地把荣誉归功于队友 很开心吧 因为我感觉这是全队的功劳 防守好 所以就可能失球少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家能一起团结 防守的结果吧 就是这个 尽管加盟球队不到半年的时间 可以看出邹德海 已经完全融入到了球队当中 很好 一直说北京国安 中和国安这氛围确实是非常好 很开心嘛 在这累踢球吧 而凭借自己的出色表现 低调的为人性格 邹德海也得到了队友 和球迷的一致认可 他比较全面嘛 然后从脚下技术 然后到这个门前那种感觉 今年确实给我们这个门先生 也带来很多这种精彩的铺救 我们希望后面的比赛 他能够继续稳健下去 特别棒 特别棒 真的特别棒 必须棒啊 这一共就对两球 而且有一球还不是太丢的 非常稳定 然后这个不比当年的杨志产 从甲A时代到中超联赛 不断进行新老交替的北京国安 曾出现过进攻乏力的问题 也面临过防守疲软的境遇 而守门员这个位置 一直是最让人放心的铁渣 无论是现在已经成为球队领队的傅宾 还是因伤病原因无法登场的杨志 都得到了球迷的一致认可 而现在 借力棒交到了邹德海的手上 不知道这个低调认真的小伙子 将跑出怎样的成绩 在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